就是我們前一陣子才慶祝十週年,那十週年的時候我們有做一個時間走的網站,那網站的網址在上面,那這個網站上面已經有蠻多事件了,然後可以讓大家在上面輸入自己的關鍵字去標記說自己在什麼時候跟GTV有了哪些交集,然後發生了哪些事情之類的。 那他的call base在下面這邊,在Github上面,那他的資料呢,就是資料有分兩個部分,那一個部分是使用者自己輸入的,自己輸入的他是存在Google Cloud上面,那另一個部分的話則是G0V的,算是我們姑且稱之為官方的時間走好了,就是一些像說誰提案了什麼東西或什麼時候發生了哪些黑客松,那這些部分的資料則是在一個Google spreadsheet上面。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增加一些自己辦的一些小送或什麼的資料上去。那再來的話呢,是我們覺得可以把這個資料,因為現在是有中文版,那可能可以再加上英文版的資料。那這樣子的話,我們到時候可以也做出一個英文版的網頁。那再來的話呢,就是我們coding的部分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第一個是現在網站只能夠呈現中文版的資料,所以說我們會需要加一個英文版的網頁,然後把英文版的資料呈現上去。然後再來的話呢,是我們現在因為上面有讓使用者輸入的部分,所以說可能會有人打一些奇怪的東西之類的,那我們可能會需要下架的機制。那目前有一個很簡單的下架機制,就是有一組就是預設的帳號密碼之類的。 然後只要有知道帳號密碼,你就可以去下架。那我們可以討論一下說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得更好這樣子。那大概就這樣。好,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分享。那我們接下來歡迎Emo上台。然後,呃。